宇宙是浩泛广阔的,无人知道宇宙到底有多大,而宇宙中存在着很多神秘的天体,其中黑洞最是让人们惊叹,同时也对黑洞有一种恐惧感。 对于黑洞,现代科学认为,它是恒星在死亡时,则星在此深重力的作用下迅速收缩,它现形成造。 那么黑洞的本质真是这样吗?科学家也没有准确的答案,黑洞本身我们是观察不到的。 之所以能够确定某个位置有黑洞,可以从它周围空间的变化可以看出来,黑洞最大的特性就是吞噬,它可以吞噬宇宙中的一些物质,原光都不会放过,因此当你发现宇宙某处的空间周围啥都没有,光线也无法靠近,同时空间也在发生扭曲,那基本可以肯定。 这个位置是有黑洞存在的。 目前,天文学家最近的观测,发现了一个超大质量的黑洞,它非常强大,吞噬像太阳这样的恒星,就像人类享用早餐一样,由此我们可以想象这个黑洞有多大了。 天文学家认为,这个万兽黑洞的成长速度非常晶圆,它的胃口非常好,非常先就要吞噬大约地球质量的宇宙物质。 它的疯狂吞噬行为,在周围星系中留下了印记,科学家称,这个黑洞预计,已经有1201年的历史,它的质量超过200亿颗太阳的重量,而且还在以每100万年,增长1%的速度不断增加。 如此巨大的黑洞,放在宇宙的任何位置,对周围的星体都是一种灾难。 如果这个怪兽黑洞来到银河系中心,它将比满月明亮十倍,不过它的胃口也足以吞噬周围所有的恒星,超大质量到黑洞周围的光线会像恒例一样明亮时。 这些我们称之为类星体,类星体对于人类研究早期的宇宙,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 类星体在宇宙中是不常见的,而且新形成的星系,以及越近的星系是没有类星体的,只有在遥远的宇宙深处才能发现类星体。 越是靠近宇宙的边缘,类星体可能存在越多,原因就是宇宙深的不断膨胀的。 早期的天体5日,都在不断向外膨胀,科学家通过天文望远镜,也在遥远的宇宙深处发现了类星体,而在这颗超大质量的黑洞周围。 发现了一颗新的类星体,通过观测发现,这颗类星体是静止的,也是期间为止发现最明亮的类星体。 科学家称,这个黑洞是在宇宙大爆炸之后,11年的时间里快速增长,它是在早期宇宙时候形成的。 最初质量只有太阳的5000倍,如今已是太阳的200亿倍,未来还会更大。 由于这颗超大质量黑洞超强的吞噬,它周围的宇宙空间基本上是没有物质了,这片空间几乎显现一个透明状态。 这对于人类观测是非常有用的,没有任何物质阻挡,可以看得更远。 宇宙的神秘远超我们的想象,只不过目前人类的科技有限,只有观测到非常有限的宇宙空间。 而且人类的飞行器速度太慢了,只有未来解决了速度的限制,我们才能更好地探索宇宙的奥秘。 而这个速度最慢也要达到光速,甚至是超光速飞行,取速眼睛等穿越空间的技术。 相信未来人类一定可以做到这些,人类的脚步也会踏避宇宙的每一个角落。 或许未来,人类的宇宙飞船也可以近距离去观测宇宙中这个怪兽黑洞,看看它到底是如何的神奇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